1比1,我们43年来首次没有战胜过马来西亚 所以在赛后,球迷们疯狂地许咱们中共男足的队员上演了很争议性的一幕 可以看到,可能是场边的球迷有辱骂 所以镜头对准了李可和郑志,李可在指这些球迷 不知道骂了什么让郑志很生气,差点想要动手 其实老实说,我觉得中国球迷的辱骂并非没有道理 咱们这个男足的表现真的是太水了 咱们别都不说,就看看当时这个失球吧 中国队在后防线上出现了巨大的真空 居然对手门将一个长传过来,就能够形成说对手三打三的一个局面 那咱们的防守人都跑到哪里去了 大家仔细看,对手的这名球员在高速冲刺的时候 中国队这名中场的球员才姗姗来迟出现在镜头当中 如果他第一时间就看到这个位置,然后往回去追 中国队是有机会形成一个四打三 把对手这个进球给扼杀的 结果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根本在场上功不处理 其实大家看一看比赛赛前中国男足抢圈训练时候的一个表现 你说比赛马上就快开始了 咱们不是说一定需要你在这个时候耗费过多的体能 但是你起码有个训练的态度 大家看一看中国男足这是什么样的训练态度 你平时在训练当中就这么散漫 所以你在比赛里面你就根本没有展现出了足够的星期神 甚至可能都没有足够多的一个体力